第二十课 路上的风景 课文一 小张去北京 朋友送小张去机场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我记得过了长江大桥往右一拐就有一个 大概有四五公里远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别开着开着没油了 你去北京的航班是几点的 时间来得及吗? 航班本来是十点的 后来机场网站上通知推迟了一个小时 所以九点半以前到就应该没问题 刚才我还有点担心来不及呢 一会儿加完油 往西走五百米就能上高速公路 走高速公路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换登机牌 你就不用送我了 等我到了首都机场再给你发短信 声词 加油站 航班 推迟 高速公路 登机牌 首都 专有名词 长江 长江大桥 首都机场 课文二 孙岳和丈夫计划放寒假带女儿去旅行 女儿下个星期就要放寒假了 到时候咱们带她去旅游 放松放松 怎么样 平时女儿那么多客 总是说想去旅行 但是没时间 怪可怜的 这次放假 咱们带她去哪儿玩比较好呢 去年我同事带她儿子去广西玩了一趟 听说很不错 我们就去广西吧 好啊 那里的气候和北方很不同 即使是冬天也非常暖和 还能吃到许多新鲜的水果 等女儿一回来 我就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先别着急说 中午我们不是要去对面的饭店吃烤鸭 祝贺她考试成绩都合格吗 那时候再告诉她 不是更好 好主意 到时她知道了 肯定特别开心 生词 旅行 怪 可怜 对面 烤鸭 祝贺 合格 课文三 安娜向马克介绍去丽江旅行的经验 这么多照片 都是你这次去丽江旅行时照的 那里的自然风景可真美 是啊 小城四季的风景都很美 而且环境保护的也很好 因此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去那旅游 这张照片上和你干杯的那个人是少数民族吗 他打扮得真漂亮 他是我们的导游 不是少数民族 一路上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笑话 有一次我把存包的钥匙丢了 最后还是他帮我找到的 这张照片就是找到钥匙后我们一起照的 明年我有机会也去那看看 到时把你的导游介绍给我吧 究竟哪个季节去丽江旅游比较好呢 那儿最美的季节是春天和秋天 不过那时候人比较多 稍微好一点的时间是每年12月到第二年3月 这段时间去丽江的话 无论交通还是吃住都很便宜 生词 干杯 民族 打扮 笑话 存 钥匙 究竟 课文四 中国南北距离约5500公里 因此南北气候有很大区别 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如果从北方坐火车到南方去旅游 一路上你会发现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景 窗外的树一棵一棵的变绿 北方也许还下着雪 南方却已经到处都是绿色了 南方菜很有特点 特别是汤 味道鲜美 很多北方人都喜欢喝 另外 南方和北方的语言也有很大不同 比如你跟上海人对话时 会发现上海话听起来就像外语一样 虽然上海人也会讲普通话 可是仔细听还是有上海味儿 声词 磕 汤 对话 普通话 课文5 一个人有时间一定要去旅行 旅行不仅能丰富一个人的精力 而且是很好的减压方法 但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 是旅行能让我有机会尝到各地有名的小吃 放假的时候 我会收拾好行李 带上地图 买张火车票 向目的地出发 说起吃的东西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菜 湖南菜的特点就是辣 与其他地方的辣不同 湖南菜的辣主要是咸辣、香辣和酸辣 虽然全国各地都有湖南饭馆 但最好还是直接去那里尝一尝 每次旅行结束后 我都会精神百倍地开始我的工作 生词 小吃 收拾 出发 辣 香 酸